《轮回忌实》 阿湘实在觉得父亲很冤枉 但上告的途径不是很可行 他想到了另外一种方法 女扮男装 将自己扮作是已过世多年的 双胞胎哥哥阿龙去赶考 求得功名之后 再四季为父亲申冤 想到这里 经过一段时间 阿湘把家里安顿好 就付诸实行了 自己女扮男装 踏上赶考之路 他本来就非常好学 经过这么多年 也变得很有学问 很自然地获取了功名 一位大官很赏识他 也正好他父亲 原来的官职出现空缺 也就让他补空了 在他上任不久 有两家来告 说一位男子同时向两家女孩下聘礼 两家女孩都想当大夫人 找他评礼 他一听觉得男子真的很薄情 从前的怨气一股脑袋都翻出来了 吩咐牙翼将男子带上来 不由分说地将其打了五十大板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男子怎么打也不出血 最后却没有鼻息咽气了 他当时也没有多想 打完板子就让牙翼将他扔了出去 在扔的过程当中 他瞄过一眼那个人 似乎觉得有些熟悉 但又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在气头上也没有多想 那两家女孩也很生气 也将那个男人给的聘礼 都拿过来扔在牙门口外 当日晚间 那个男人还醒了过来 进了内宅 看到阿湘笑嘻嘻地说 我所有的家当都在牙门口外 快派人拿进来吧 他定睛一看 真是鱼哥 这一下子怨气委屈 一股脑袋都发泄出来了 等阿湘发泄完之后 鱼哥说 我知道你会微观清廉 我这点积蓄会让你过得富足一些吧 阿湘似乎想起来什么 赶紧说 白天打你的时候 怎么没看你出血 你不痛吗 那两家女孩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在戏耍她们 我以前不是说了 我是一个修行之人吗 我父母当时说提亲不是时候 也是这个意思 他们怕我现在对你的情中而故意突延时间 等你家出现波折之后 换一种方式来了结我们之间的缘分 其实你让牙医打我那几板子 对我而言算不了什么 至于那两个女孩 其实都是与我有些缘分 但因为我今生一心修行 不想涉及婚姻 但缘分还得了结 怎么办 所以我就想这么个法子 让他们把我报官 把我今生所有的积蓄都送给你 阿湘听了喜游参半 悠悠地问道 你今后想怎么办 我自在惯了 让我做个咸云野鹤算是成全 不过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需要我帮助 我会出现在你身边的 阿湘做了几年的小官 也逐渐地查清了陷害他父亲的人和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通过正式渠道将诉状递了上去 朝廷也为他父亲申了冤 因为阿湘为官轻正 颇受当地父老的爱戴 后来觉得朝臣之间关系复杂 他又不愿意同流合污 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他是冒名顶替哥哥赶考当官 便找个理由辞官不做了 辞官之后 不知今后自己何去何从 正巧 又是在八月十五月圆之夜 阿湘又看到那位神仙显现出来 依旧微笑看着他 然后就隐去了 不一会儿天空中显现出两个字 鹅眉 他顿然醒悟 干脆我带着侍女去鹅眉山举住 说不定还会遇到修行的鱼哥呢 第二天 他辞别了相邻父老 带着几个侍女女扮男装 向鹅眉山出发了 在半路 遇到一群贼人拦住去路 正在危难之际 走来一位手里拿着蓝色扇子的男人 他定睛一瞧 原来是鱼哥 鱼哥望着这群贼人一笑 对面的公子是去鹅眉山修行之人 你们干这一行的 劫的是贪官 杀的是污吏 不能为难去鹅眉山拜佛修行的人吧 那群贼人研究了一下 也就放阿湘他们过去了 一路上鱼哥陪着阿湘走上了鹅眉山 在鹅眉山上 他们开始了一同修行之路 鱼哥把自身从前所觉得都交给阿湘了 这样两年多的时间里 阿湘就都掌握了 有一次天下大雨 鱼哥说 我自己那点本事你都掌握差不多了 今后你我就不能在一起修行了 要有不同的师父带着我们分开修 这样我们才能修得更快一些 阿湘心里很舍不得 但通过这两年的修炼 让他明白这份情也需要舍掉 他淡淡地说 那我们今后还能见面吗 当然能 当我们在修行中需要切磋的时候 自然师父们会让我们彼此见到的 就这样阿湘和鱼哥分别有两位师父带着 在两座相距不远的山中修行 每隔一段时间见一次面 彼此交流一下那段时间的修行心路 后来随着修炼层次的增长 他们不必见面 彼此靠思维就能沟通 这样修了四十年左右 他们彼此都修到了很高的层次 也都能体会到幸福二字更深远的意义 在那一年的大年初二 一位很高层次的神路过这里 看到他们的修行成果很高兴 嘱咐道 你们今日的修炼 无论修到多高的境界和层次 都是为能在将来 主佛在人间洪传宇宙大法而做奠定 你们一定要记住 到时候一定要更好的精进 此时他们的两位师父也说 我们在天上也听说 到时候在人间 主佛会来洪传宇宙大法 那时连天上的神都希望能当主佛的弟子 所以你们如果到那时真的能得到 就要好好地珍惜 不要错过机缘 阿湘文听心中升起喜悦之心 脱口说 那到时候我就在将来的今天出事 以表回到天上真正家的决心 鱼哥听阿湘这样一说 随口说 那我的愿望就是 我们依然会通过蓝色结缘 也能在农历八月十五月圆之日 听到彼此的声音 至于说我们那生有无因缘 那就看机缘和选择了 阿湘的师父见他们彼此这样说 随口就说 无论尘世间你们能否有因缘 但因为今生有如此一起修炼之缘 那在将来修炼的因缘还是有的 到时候让他说说你们从前的故事 也不枉你们曾经一同相识相知 修行一场 我看此生阿湘既然与鱼哥有如此机缘 那再来生 阿湘就要与鱼字结下不解之缘 鱼哥的师父补充道 今朝阿湘真的是大年初二所生 阿湘和鱼哥今生相距甚远 一次鱼哥偶然用自己的特有能力 看到在天边一位身着蓝色衣装的女子 笑吟吟地在看着她 后来很偶然地在网上遇到 通信中当鱼哥与阿湘确认 她是否钟爱蓝色时 阿湘惊讶万分 因为蓝色确实是她所一直喜欢的颜色 又在农历八月十五第一次通话 多年来虽然未曾谋面 但彼此在心里默默地在修炼方面鼓励着对方 人中的姻缘也不做奢求 甚至连一面之缘都不做妄想 因为彼此都明白 法缘才是最神圣的 至于说阿湘今生和鱼字所结下不解之缘 其实这个鱼字是个双关语 因为现在处于特殊时期 就不明说了 这正是 相遇相知皆前缘 一同修行皆法缘 今朝各处天南北 同心精进回家缘 本节目所讲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而是一个从追求人中幸福失败 逐渐体会到所谓的幸福 不仅是男欢女爱那么狭隘 还有更多方面的展现 为了别人也是一种幸福 而修行虽然一时之间 看似会失去很多 但因为保持了那份无私与善良 加上明师的指点 那最终会得到真正幸福的 这种幸福会更永恒 更大气 更是汇集更多的人 同时也是想说明一个道理 那就是人无论遇到什么 都好好珍惜 不是自己的就不要奢求 保持那份善良和忠贞之心 上天会给我们最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